我今天最大的苦人生难题就是缺钱 我觉得这个事该怎么聊 比如说当年你知道就是前一阵台湾那边有个节目 那个节目里边的嘉宾招这个大陆网友围攻 为什么呢 他就是说你们大陆人穷的 你们连个茶叶蛋都吃不上 吃不上 好我们就说 说我们大陆人吃不上茶叶蛋 我们星巴克咖啡当水喝 对吧 你们台湾现在都颓了 你们还跟我们说 我说这个话 对 但是不要这么讲 如果你是社会学的 如果用数据说话 2015年中国的这个贫困线以下的人口 我看的数字还有5000多万 那就意味着这5000多万 你比如说我小时候关于贫穷那些记忆 我竟然 我说说为什么我说佛教讲的 从天堂到地狱这六道轮回 在今天的世界上都存在 北京上海有的人过的就是天人的生活 对吧 可是实际上今天就是还有一年才吃三次肉 甚至就说多长时间吃一次大米 你以为今天中国没有吗 香港也是 你不要讲中国大陆了 香港 我们的香港电视我们都知道 你记得就是几年以前 我看那个节目的时候 我太太老跟我讲 说是看那个节目很震惊 就是香港就采访那个贫困人家庭 就有个小女孩子已经是上到了这个初中了 然后就是有一次考成绩考得不错 然后就问她 说你最大的愿望是什么 我最大的愿望想去吃麦当劳 后来这个节目 我看来我们都是内奔的 因为在香港 这是全世界人均收入 平均收入最高的地方之一 一个多到了初中的女孩子 竟然最大的愿望是上次麦当劳 香港的贫富悬殊也是全世界最高的 也是最厉害 可是这个问题我觉得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看 看你用什么字来提问 因为假如你那一句是说缺钱怎么办 那假如穷到比方说吃不吃麦当劳 或者说在香港住板建房农屋等等 或者说农村的小孩 他的情况不是不叫做缺钱 他是贫困 那是另外一个问题 而当事人贫困的人呢 往往有时候他就熬嘛 反正叫天不应叫地不闻 他有时候贫困会把你整个人麻木起来 你不会觉得我是贫困 因为你以为生活就是这样 你不接受现实你就死了 没错 真的觉得说会问会提问 缺钱怎么办 我说我穷 这大半就不是太贫困 我完全同意 这是在程序里面 我需要钱喝红酒买包包 我举例子 你讲话 我讲就有个概念 因为我很多年前的时候 我跟另一个朋友 我们当时带的香港一个 那个年代比较有名的一个 叫做低下阶层住的地方 很糟的一个公共房屋规划 我去过 我所有的都会去过 我们就带一些小朋友 也不叫小朋友中学生 我们说我们带他们去港岛 去转一些地方 跟他们谈一些事情 就得像上课 街头上课一样 然后我们就约大家在金钟地铁站的 OK 我们都觉得是很自然而来 香港人搭地铁 对不对 你说在金钟 就港岛的枢纽站 在那个地方站 我们在那个地方的恒生银行等 这是全香港都知道的一个 一个约人等 最好等的地方 结果那一大帮孩子里面 有二十多人就举手说 怎么去 从来没去过 从来没去过港岛 香港人 香港人 是因为对他们来讲 那不在他们的世界之内 这个 他没那个概念 但他也不觉得很怎么样 这个你们二位 刚才你这个主持人讲的这道理 其实在经济学上 很注意把两个概念分析 一个概念叫做去钱 我们叫去钱 英文讲的是wants w-a-n-t-s 我想要什么东西 愿望 一个是贫困 你刚才讲的道理非常 五千万人六千万人 贫困性一样 是贫困 贫困的人解决的是needs 我必须的东西 N-E-E-D needs 都是负数 所以我们现在中国大陆 你讲你什么 遇到那一帮人 他不属于needs 他不属于在必须方面 贫困 他属于wants 他想要的东西太多了 所以他去钱 你要把这两个人去奔 你要不把这两个人去奔 我就是你扶贫的对象 您哪 您哪 您哪还有红酒喝呢 我觉得你扶贫 等一下 缺钱 缺钱 买不起Romaniconte 真是缺钱 你经济学家说得非常清楚了 他说什么是贫困 你的欲望比你的收入多了一块钱 你这是贫困 你的收入追不上你的欲望 那什么 你就缺钱 什么叫富有 富有就是你的欲望 比你的收入小一块钱 那你就 我都觉得 你这就是不了解人间几乎 他就是说 比如说一个大学生 你知道吗 他 我现在发现 就是说这个缺钱 会带来很多挫折 你知道 一个现在大学里的一个学生 如果你缺钱 你甚至都不能勇敢的去说我爱你 你不能 你没有这个 你没有这个 你没有这个女学生 他们叫什么home party 就现在 我原来那天 我跟一个大学生说 我发现他们现在要的生活 我过去在武汉大学 我说我们基本上不出校园的 我们那个时候 就那所有消费 就是在校园围墙以内 他现在 同学过生日 那去唱个歌吧 你老让别人买单吗 大家聚个餐吗 你老让别人买单吗 你慢慢的 你就变得萎缩 变得自卑 甚至变得阴暗 就是甚至现在同学之间有点什么呢 同学之间都是说 你不要在朋友圈里晒 有一种人是特爱晒 自己说你看我现在在纽约 我在马哈顿旅游 你知道吗 晒这个招人恨 恨 这个招人恨 就是那么有些人呢 就觉得 我根本就是一听见我的同学 这个过得好点 你知道他心里那种不舒服 这东西你说缺钱不缺钱 我觉得就跟他旺死 什么内死 没有关系 就是个感觉 好多年以前 还是你们两个 刚才出来开当库 云南发生了一段事情 那个马家局 马家局那个事情 他不是拿刀子砍 杀死了好几个同学吗 然后逃吗 然后在边境被抓住了 后来抓住了以后 问他为什么你杀这么多同学 而且大部分都是室友 一句话 因为我们家来自最穷困的农村 他们每天都是在瞧不休 我每天被他们侮辱伤害 我实在受不了 有时候 我们不能光用数字来看 贫困不贫困 因为现在有时候 我们会发现 有一些社会 有一些地区 你觉得他的收入 低于联合国所定的 这个基础线 他是贫困人口 但你会发现 他的生活里面 仿佛并没有 就是别的国家 没有那么多悲哀 为什么呢 这就牵涉另一个问题 那个问题是什么 就是在一个社会里面 如果我们觉得缺钱 是很大问题的话 有时候是因为 我们觉得有很多东西 必须用钱来买得到 来解决掉 来解决掉 也就是说 今天我们的社会 有一个特别的情况 就是用钱能够解决的问题 比以前更多 但是有些东西呢 在过去是不需要用钱来解决的 比如说人跟人的关系 比如说你的尊严 你的健康的生活 你的家庭的生活 邻里的生活 有时候一些定义良好生活的 其他的要素 不是用钱买得到 也就没有钱 也能得得到的东西 OK 我觉得今天我们定义 发展是什么的时候 这也是这几年 很多学生在讨论 到底什么叫做发展 什么叫development 就以前我们讲发展 就中国过去 我们讲改革开放 我们要发展 我们很注重讲钱 经济这个指标 但现在越来越多人发现 其实不一定 比如说有的 我们这个发展的定义 要多元化的 因为比如说 连人的尊严也要算进去 什么叫做幸福 比如说最近几年 不常讲幸福指数 幸福指数 对很多东西 要综合来计算 你会发现 有一些地方 它也许收入很低 但是它 比如说它享有的这个环境 比北京好太多了 你北京比如 我今天录影的时候 还红色预警 你今天你想看 你在北京 你有红色预警 你怎么办呢 那你要家里面 要花很多钱 买空气净化机 但这个东西 在也许很多地方 它不是用钱 它不用钱就买得到 这个 我给你讲 这一点 我是属于你们 二宅之间的中间派 就是一个 无论是一个社会 一个个人 一个群体 你不能把钱 这个事情 就是降低到 一点不在乎的地步 这不可能 当然 但是这句话 并不能换成另外一句话 你人生中间 最重视的东西 都会用钱换来 我认为是 要取代一个中间的 但是我觉得 我知道中间 我觉得您说的 这个中间段 在有些人看来 都是奢侈段 为什么这么说呢 这不是说 最爱唱的 高晓松那个歌吗 生活不是只有 眼前的苟且 还有诗和远方的田野 我现在看了一些的调查 就是有些个年轻人 你知道吗 他说一句话 也是金句 他说 活着 我就已经竭尽全力了 你这么 就是对我来说 我这哪怕是在上学 交学费 你这包括说 现在大学里说 有一个 去德国交流的项目 你是不是 你去不去 别的同学报名 我就不敢说话 因为对我来说 所有的都有一个生活费 再也简单的 有选个什么课呀 或者是到外面 补习个什么 但是他有一种 就是说 我不想给家里增添负担 你知道就是 有一个艺术院校的 一个学生 有一个财神 太佩服他了 这同学们 就说这哥们上大学的第一年 就给他父母买了小汽车 第二年给自己买了小汽车 第三年 给全班同学一人买一个小汽车 那还没那么普通 第三年自己搬出去 搬到高层 高租金的那个公寓去住 后来同学们说 怎么发财 我都不知道 咱们现在以为都是大学毕业之后 再去创业 再去努力 他说 我的父母亲太苦了 他们辛辛苦苦供我上学 他说 我从上大学的第一天起 我就想 我挣钱的速度 一定要赶上超过我父母老去的速度 那当然 所以他就是完全的自己在外边办那个异校培训班啊 拉自己学校老师去讲课呀 一切 他就他整个他不是在上学 那他是进了大学就要挣钱 进了大学就开始奸杀 所以学习是副业 奸杀是主业 我是温涛 我更关心的是说 当他当初其实受过这些苦的时候 我没有钱啊 同学去德国交换生意连 能去我不能去啊 我在香港碰很多学生事件 学校鼓励他们去去交换美国 他说老师 好 郑逊学校来提供每个月 我在美国的生活费什么费 我本来我不去的话就香港一天替人家补食五份补食 我要赚钱要拿钱回家 我去了美国也要停掉 怎么办 我就不能去 你说那年轻人 他经历过这样之后赚到钱了 我在想 现在 好你缺钱问怎么办 与其问要人家教你你缺钱怎么办 那没办法教的 看你要付出多少有多有机会都聪明等等 不如别人提醒你 当你有一天不缺钱的时候 你应该做什么 你不要自己赚到钱之后 自己搬上大豪宅 每天喝五瓶红酒 你拿些钱弄一个奖学金 补助金来帮你的学弟妹行不行 你帮当初跟你一样穷 没有钱出国交换生的行不行 我觉得后面那个 我没办法教年轻人你缺钱怎么办 你看我们到美国去的时候 美国人当时 有一些生活团的世界 我们感到很震惊 就是他们没有常识 当然我以前在里面经不懂 已经讲过了 不会把衣服拿到外面去晒 一定要用干衣机 耗电费 买牛奶的时候 买了个一口喝完的 买可乐 不买了个大罐 大罐瓶 这次我们都是过来的 我讲的是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细节 当时我很感动 就是那个 我们有个教授 现在已经过世了 他家很有钱 然后他是 我们念书的时候 他开了一辆车 我们八十年代中期 他开了两车 是五八年买的一辆Vovo 而且最小的Vovo 我们讲复活 那时候Vovo不是好牌子的 但是我们后来就听说 他把很多的钱拿出来 就刚才你讲的 他去干嘛 他去帮助他 当时他们那个社区的最穷困孩子们去上大学 这后面 这另外一个大话题 我希望以后你能够做这个话题 为什么在中国社会里面 有两个问题是连在一起的 一个就是说 年轻人觉得是他去钱 另外一方面 我们在中国社会里面 还看到另外一个现象 我觉得这个现象更值得我们关注 即使在中国社会里 有些人已经有了很多的钱 他们不知道怎么用钱 缺钱是很可悲的 如果你钱很多了 你不会用钱 我觉得更可悲 丁老师 其实还有第三个问题 更可悲 我们为什么缺钱 没人帮他们 没有人去涉立这个制度来帮助他们 那第三个问题 其实很简单 我觉得这两个问题都很好解决 就不是很好解决 很好解答 那当然就是因为你今天在中国 如果你是个有钱人 比如说我要设立一个什么基金会 帮助什么 可以 你先去民政部门 一大的手续 账户挂在全国红十字会 那中间一大堆手续 搞一大堆东西 那么然后经历的重重的东西 然后你偶尔听见 有郭美美这种事情发生 你想想看 算了吧 我还是 你看 所以我想问你们一个问题 我们都曾经视金钱如粪土 我也曾经 但是总有一个时候 让你觉得 这钱呢 太那么重要了 不是粪土 钱不是粪土 对 钱不是粪土 我们自己才是粪土 真的好 有了钱粪土就不是粪土 你们能想起来吗 就是什么时候某一个时候 你觉得要挣钱了 钱很重要 是碰到了什么 你们能想起来吗 我据手第一个据手 我第一次觉得 我不能不把钱当做大事的时候 是自己有了孩子 我可以告诉你 我在这之前过的认识 很多男人是这样 我过的所有认识一定比你们三位更贫困 我不要讲这个很 因为我们年纪比那么大 我是按货龙生理出来的 我以前再穷的时候 我都不怕 我第一次怕我没钱 就是因为有了孩子 对了 这是很多人有贫困 好 轮到我 我跟丁教授相同了一半 我也是唯一一次 生平觉得 而且是真的穷 要去银行借钱 我还借了三千美金 你干嘛 非常取入 你干嘛 你干嘛 我这次跟你对了一半 第一个我生了孩子 来年我小孩出生 然后我同时买了房子 然后孩子跟房子 在香港买房子 我生了孩子很高兴 高兴的时候雪就上大脑了 上大脑冲昏了头脑 刚好暑假回香港 觉得在北角一个房子 还蛮便宜的三百多万这样子 然后三百多万只有什么十五平方米 小小的 刚好可以站着睡觉 那地方 那我就买了 结果买了房子 要生了孩子 那个负担就很重 那当然 我还记得 回到美国继续读书了 读博士学位 才发现钱不够用 所以呢 然后再加上一个说起来惭愧 我那时候非常好赌 你也知道我好赌 每个礼拜开车去那些原住民的赌场 我一说好吧 赌一下吧 赢回来吧 把房子赢回来 结果几乎输了两栋房子 所以我所以就去银行借了 然后借了三千美金 我觉得那种羞辱的感觉 那这毒眼为什么借不掉 毒眼是借不掉的 后来我借掉了 很少有人 你觉得当时为什么不剁手也要去赌呢 我说过了 因为在澳门输了一把很奇怪的 有点像简单来说 赌了三个通宵 我老婆陪着我在旁边 你老婆在旁边 我老婆是穷 你老婆 把我穷坏的 这的确很快 然后赌的赌 什么信用卡都拿去刷来赌 然后输光了 最后一把再刷 刷了几万块港币 丢下去当装 长话短说 就是好像有没有看赌神 那种片 我拿了四个K 对方拿了四个A 我的天啊 然后刚好在这个时候 外面天亮了 传来一声鸡蹄的声音 那我觉得冥冥中有暗示 这是老千啊 不赌偿 我不知道就要晓得了 因为那时候感觉是天 把我服了 天亮我不赌 哪有最后一把 拿压最多 好像五万块港币的 下去我拿四个K 你拿四个A 这样 我就跟老婆说 回去借赌 然后天亮了 就去码头买船 飘回香港 去黄大仙 就拜拜 后来信佛了 我也修佛 当然不去黄大仙 当时就去黄大仙 说不赌 以后所以不赌 所以那些赌徒 应该多找找鸡 是吧 今天鸡脚 你这个赌的经验 我印证了 我父亲的另外一个经验 我很有趣 为什么我不赌博 就是因为我父亲 跟我讲过一个道理 他说他赌博啊 在政治上帮了他 我父亲是乡村里面的 那个传统的郎中 郎中 医生啊 他说呢 郎中呢 他说 带来的收入是现金 他的同事们呢 郎中 到了前以后就买地 等到1949年解放以后 很多人就被判成地主 对 那就惨了 他喜欢赌博 他不喝酒 他抽烟 他赌博 当然他有个很好的一个 一个一个克制 今天带多少钱 输掉了 不会寄钱去赌博 然后第二天 他再行专利钱 再来赌博 说到了1949年的时候 他一趁机都没卖 都没买到 结果家里 还是继续保持贫荣 这个有趣 玄乎济世 和烂赌 所以19年以后 他一直成分好 活着我就完蛋了 就像活着余华的 所以可见这个革命 是颠覆了我们很多传统观念 传统的道理 对吧 传统观念是 你不应该赌钱 有钱要买地 就革命一来 是赌钱救命 这就说明 革命是重新洗牌 他能让四个推 变成四个尖 文道还没回答这问题 我好像 我想不太起来 我当然别说 你当然谁就有钱 所以你没这个概念 也太有钱了 不是 就比如说 我当然遇过 很没钱的时候 比如说 哎呀 想找工作或怎么样 但是我倒 没有很急切的感觉说 钱太重要 很缺钱 因为我想主要理由 第一 我没孩子 你饿过饭吗 你也没饿过对房子 没有 我饿的意思 就只不过是 比如说我剩下 比如说几块钱 我去面包店 看看我买得起 哪一个面包 我就买了那个面包 吃了就今天 但是 我从来没觉得 太担心这个问题 不知道为什么 所以这就是 觉悟的人 不是 不觉悟 我当年很不觉悟的 就欲望很多的时候 也总是不觉得很担心 我总觉得 我很需要的时候 我大概还是有办法 其实我觉得 我真正开始败金 就是从前几年开始 在此之前 咱们就是 我觉得我都是 还是 不说是金钱如粪土 但是就是说 有的钱 我是不挣的 你比方说 你让我走红地毯 扫的话 丢人不丢人 我就不去 然后 你比如说 甚至是拍广告 我的天 几百万的广告 我就能推 为什么推 因为这么傻逼的一个理由 我今天想起来 就是说 我觉得 那个广告照片 它是想让我做一个 致近视眼的一种医疗的 致近视眼的广告 我就因为听了 他说 你要拍个照片 都放在机场 火车站 这个照片呢 就是说 我治好了近视眼 就这样 我终于摘掉眼镜了 就这样 我仅仅是因为觉得太寒碜了 我讲到的是 我说我的私人的朋友圈 他们要是从飞行下下来 看见了 可是这跟几百万怎么比啊 你知道吗 可是当时你看 就像您说的 一个人吃饱了 全家不饿 这钱哥们可以不赚 没问题 不丢这人 可是你知道 我是个复合的原因 一个就是 就是妈妈 一下子进了ICU 再有一个呢 就是说 你喜欢一个女孩 我就说跟这个有关系 我过去 那天我还跟香港人 一个香港导演说 我说我们这岁数的 没有习惯说拿钱泡女孩啊 我们年轻时候都是空水淘白狼啊 就是一杯水啊 还什么呢 就是花钱 到现在也是 我意识到 你可以跟人家谈恋爱 可是真的 你想跟他在一起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人家家里也要钱 所以说这种复合的原因 在中国这个社会里 我就觉得 钱能 我有爱情 好吗 我也纯洁 我也有人性 但是我仍然觉得 钱 就最好了 就有了钱 我这些都可以一顺百顺 没了钱 我这些 你讲这个道理啊 还没有 我听到另外一个道理 对我更正经 我们中国人都说 犹太人会赚钱 犹太人把钱看得是高于一切 全世界我们都知道 有钱的犹太人 就是完全的犹太人 金融家 终于有一次 我被我在美国念书的时候 最好的朋友 他是犹太人 他们家邻居就是基辛格 他就讲 但你们 这些亚洲人 总是为我们犹太人爱钱 他让我以前 为这一点 让他很羞耻 因为他跟我们是一代人 他比我还年轻几岁 但后来 他让我的父亲 跟我讲了一句话以后 从此以后我就知道 为什么我们讲 世世代代爱钱 他让自从在欧洲 他让在亚洲 还没这个经历 在欧洲 世世代代 犹太人 一旦遇到了 迫害犹太人的时候 无论是有什么理由 这个人能把一家人 把一家人的命买下来的 就是钱 但是犹太人不是爱钱 犹太人爱的是这个钱 能买下来一家人的命 所以我们要把钱 足够的撞多 我们因为不可能 指望任何人 任何政府 任何法律 在欧洲 你说的就是 我在中国的感觉 我认为我要不多 短点钱 我靠不了任何人 包括很多年轻人 没人来救你 你说吧 就是因为我们这个社会 不管是公营还是私营 你最后你明白了 一切的服务 就是为了赚你的钱 学校也是要收你的钱 老师也是要收你的钱 去个交流项目 也是要钱 你干什么 你都是要钱的 更重要是 更重要 医院也都要你 医院要你的钱 对吧